請各位一樣,開啟151這個,擷取刮鬍中字串的這個練習題 那我們要練習什麼呢?首先第一個 A欄是來源 B欄是我要的結果 所以記得 差別在哪,就刮鬍裡面有刮鬍喔,比如說這個A欄裡面有刮鬍的,我把刮鬍裡面的字 擷取到B欄 那做法的話呢,這邊有一個已經做好了,其實會用到三個函數,一個叫fine函數 一個叫mid函數,一個叫ifl函數 OK,請各位第一步驟,請你把它刪掉 因為我只是讓大家了解一下,做出來結果這樣,這個是我們要做的,所以 第一步就是說,我要用什麼樣的函數啦,所以續則一 其實等一下也許就分三個階段,我要 希望看到就是第一個,我們用函數,總共會有三個函數 第二個的話,你把這個工作表,再複製一個 這個用什麼,用錄製聚集 那 第二個部分 那第三個呢,就是用vba 其實有點把什麼呢 前面做過的再複習一下 有沒有,函數先做完,然後錄製聚集,錄製聚集之後再自己寫 自己寫的話有sub跟function 就今天講的,那怎麼做,首先第一個函數 三個函數 那首先第一個,那你想說,我要怎麼剛剛好取得前刮鬍跟後刮鬍中間的這些字 然後把它 放到這邊來 其實就剛剛講的那三個,但如果你不會 用比較快的方法,真的就只能突發電章,所以你會發現很多人每天在 選取ctrl C 然後怎樣,ctrl V 然後呢,再點兩下 有沒有,選取ctrl C,ctrl V 當然資料少,還可以啦 可是如果說今天這裡面的話,可能是 什麼,1000筆 1萬筆 甚至100萬筆 那你怎麼做到下班,你都根本做不完 所以記得啦 真的 這些方法不ok 因為如果你要早點下班,很快就做完了 說真的 現在的年代,資料量只會變多,不會變少 而且電腦產生資料的速度,真的是超過你能想像的 你說網路上的資料多少了 已經是無法估算的 是有個數字 那個數字多到跟天文數字一樣 所以怎麼辦呢 你身邊的資料,如果你要快速把它做完的話 你就要首先要先知道什麼 有沒有哪一個函數,可以做到這一點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們接下來就要思考,剛剛講的那三個函數 第一個 我可以用什麼,尋找函數 在函數裡面,有哪一個可以尋找 尋找什麼呢 尋找前刮弧的位置 尋找後刮弧的位置 比如說123 那我再利用有個函數叫mid 這個函數 基本上你可以從文字裡面 找到第一個 他在 選錯 文字 那當然尋找顧名思義 哪一個是呢 fine 很簡單 fine 那可是問題,如果你沒用過的話也沒關係 反正底下有些簡單說明 他 跟你要 三個東西 第一個,你給他fine test 意思說你要找什麼字 within 去哪邊找 star number 從哪個字開始 所以你大概都知道,按確定好了 所以他有點 詢問式的 你要找什麼啊 我要找錢瓜糊 所以我就打一個錢瓜糊 不過他會前後幫你加字串符號 你不打沒關係 那within 去哪邊找 去這個儲存格 不過我建議你們練習的話可以從第3 列開始,因為第2列沒有瓜糊,你可能會找不到 我們先找 A3給他 那這個時候呢,你可以發現 我給他錢瓜糊 再給他within去哪邊找 他會告訴我什麼 3 有沒有 他找完 跟你講說,有找到在哪裡 在第3個字找到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 找到了嘛 3個字 那如果後瓜糊的話 其實打個後瓜糊就找到 這個位子 我記得好像是9吧 那如果我知道 第3個是錢瓜糊 第9個是後瓜糊 那我就把中間的切出來就可以 所以第1步 先這樣子 fine 先fine到了之後 再來做什麼 按確定 3 可是我不是要3 我要3到9 之間的字 第2步的話呢 再去切 那怎麼切 請你怎麼樣 選取 這個公式 不包含等號的部分 前面好像講過 就是把 公式 再放到公式裡面去 做法就是fine 然後把它剪下來 再插入什麼呢 文字裡面的mid mid mid 這個好像用過 所以你就mid 按確定 然後你就把什麼 把 他有三個問題 第1個問題 問題是什麼 Test 意思說 你要切割的文字 放在哪裡 我跟他講 在這裡 好第1個問題 這個資料就幫你帶過來 第2個呢 star number star number就是 那你要切割的字從哪個字開始啊 star number 其實就是把剛剛的公式貼到這邊來 貼上 因為我找到的位置 前刮壺 3 所以 123 可是我3要不要 不要嘛 我要從第4個字 所以這邊記得要什麼 加 1就好了 意思是從第4 那個刮壺的後一個字開始 幫我抓 資料 然後呢 number charge 是要幾個字 如果說我今天 當然總不可能說算 12345個字 你如果輸入5的話 第三屆冠軍是ok 可是問題底下 他不見得每個都是5個字啊 如果底下剛好都5個字 你就輸入5就好了 但是如果不是怎麼辦 你要算 算什麼 就是算 後刮壺的位置 減掉前刮壺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把剛剛的公式貼一遍 但是問題是這個是找什麼 找前刮壺 所以你可以把前刮壺改後刮壺 有沒有 這個時候就9了嘛 9 再減掉多少 減掉剛再貼一次 減 這個後刮壺位置 再減掉再貼一次 減掉前刮壺位置 6個字 那6個字 其實就差幾個字 差一個字嗎 5個字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差一個字啊 其實因為我要的資料是從什麼 從刮壺的後一個字開始 所以記得把它 再減壺 這樣子 大功告成 OK按確定 看一下我OK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先做 這個前刮壺貼過來 這個是 把它改後刮壺 再減掉前刮壺 再減壺個字 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 你把它向下填滿 基本上 該對的 會是對的 但是呢 該錯的也是會錯啦 你想說 那為什麼會 發現什麼 什麼錯誤呢 就是呢 如果你向下填滿 也一樣 向上填滿 如果裡面沒有刮壺的話 它會出現 緊開頭的 那這個緊開頭 主要 是因為什麼 你叫它fine 結果裡面fine什麼 fine前刮壺 可是裡面卻 沒有前刮壺 所以 一般 你們在 Excel裡面看到 緊開頭的 就是所謂的錯誤訊息 後面加的就是 什麼樣的錯誤 錯誤的原因是因為 value value是你給我的值 意思說你給我的資料 應該要有前刮壺跟後刮壺 可是裡面你卻沒有 前刮壺 或 後刮壺 當然他會跟你argue 跟你 抗議說 你 不對啊 你這個地方沒有給我 應該要對的資料 所以他會產生一個錯誤的訊息 但怎麼辦 我們應該把它去掉嗎 所以要怎麼去掉 但你想說 留著OK 留著感覺其實 不會影響 但感覺 看起來就 不舒服 當然你千萬不要說 老師我不會 我只能選舉 delete 選舉他再delete 那你這個 等於是做一半而已 所以最好是怎麼 最後 一步呢 也要再把它完成 最後那一步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有錯誤訊息把它消掉 那怎麼辦 一樣喔 特別注意喔 我們現在公式這麼長對不對 其實也是一樣 再把它剪下來 再放到ifl 裡面 過濾掉就可以了 不過一樣喔 記得不包含等號 把它剪下來 跟剛剛那個fine一樣 然後再怎樣 插入一個可以過濾錯誤的那個函數 叫做 邏輯 特別這樣判斷嘛 那個名稱叫ifl if就是如果 l就錯誤 錯誤就請開頭那個訊息 如果錯誤的話呢 怎麼辦 那我就可以把什麼 它兩個 value就是你剛剛的東西 貼上來就可以了 那 底下這個訊息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我該怎麼幫你處置啊 很簡單 銷掉它 銷掉怎麼輸入呢 對 就剛剛那個嘛 這樣就OK了 這個就是 銷 銷去 就等於是說 這個應該實際上正確的名稱叫 空的字串 空就是沒有字的意思 其實就是 等同就是清除它的意思 OK也就是說 如果 你幫我看到 緊開頭的任何訊息喔 那就全部幫我變成沒有 好啊這樣子 其實就大功告成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按確定 向下填滿 全部OK了 有沒有 這樣的話 如果說啦 假如你今天在辦公室裡面 說真的啊 這種資料 非常 每天都會看到一堆這種東西 那你要怎麼樣 你要別人要早下班 如果你不會公司說真的 就是只能突發鏈鋼 我跟你講 很多人突發鏈鋼 最後的下場 就是 肩頸酸痛 然後有五十肩 真的我看到很多人 每天都在突發鏈鋼 我都覺得說 你何不 把函數學一學 那你就可以早一點做完 早點下班了嘛 不然每天跟人家 老闆跟醫藥說 做完了沒 不 沒辦法 我還在努力當中 那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你根本函數都不熟嗎 真的我遇到太多這種例子了 我想說你不如把函數學一學吧 他們那個年代說真的 學校沒有教 你們這個年代 我覺得還有點幸福 至少學校 還有老師 跟你講這東西 OK 請各位 試著把這部分 先完成 我重點提示 先fine 在mid OK 然後在ifl 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一下 謝謝